一州之战是东汉末年 刘备为夺取一州与刘章发生的战争 自赤壁之战后 刘备领有荆州 为实现诸葛亮在龙中对跨有荆 义的计划 已有意图进攻一州 此时刘章受制于聚守汉中的张鲁 又有强大的曹操意图攻去汉中 对属地构成威胁 张松于是劝刘章欢迎刘备入属 以增强实力自保 在张松等人的劝说之下 刘章于是请刘备入属 公元211年 刘备入属后初期 与刘章关系良好 刘章更将士兵派给刘备 并让他进攻张鲁 但是 刘备到了加盟一带后就不再前进 到了建安17年12月 刘备与刘章决裂 并发动战争 这就是林义州之战 对于刘备来说 之所以敢反客为主 想以周末刘章发动战争 不仅是刘章的性格相对安弱 也是因为刘备入属时 刘章麾下已经出现了叛徒 其中就法政 孟达 张松来说 很早就开始和刘备暗中勾结 甚至为刘备夺取一周出谋划策了 那么 问题来了 刘备入属时 这三人背叛刘章勾结刘备 最终都是什么结局 逼二张松逼二张松 自紫桥 蜀郡成都人 从出生地上来看 张松出自一周本地敌氏族 与此相对应的是 就刘焉 刘章父子 则不是一周本地人士 这应该是张松和刘章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 当然 对于刘章来说 强龙不压地头舍 为了坐稳一周目的宝座 刘章任用了张松等一周本地敌氏族 建案十三年 张松担任一周目刘章别价从事 别价从事使 官明 一称别价从事 简称别价 汉制 魏州刺史的左官 对于张松来说 承担着辅佐刘章的重任 在赤壁之战后 虽然曹操被孙权 刘备的联军击败 但是 在整体实力上 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依然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 于是 刘章准备和曹操结交 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张松 张松来到曹操所在的地方后 因为其貌不扬 所以没有得到曹操的重视 在此基础上 怀恨在心的张松 欠刘章与曹操断绝关系 并欠说刘章和刘备结交 对此 在笔者看来 张松原本是想背叛刘章 投靠曹操 但是 曹操的轻慢 让张松转而投靠了刘备 自此之后 张松一直在帮助刘备夺一周 比如张松劝说刘章迎接刘备入蜀 从而进攻张奴 建安17年 张松按住刘备 为其兄张诉所告发 刘章怒而将他斩杀 值得注意的是 张松被杀之后 刘备正是和刘章决裂 也即这在一定程度上 给了刘备发动一周支战的借口 在刘备建立蜀汉之后 张松的儿子张表获得了重用 并担任了来将都督一职 也即负责镇守蜀汉的南中地区 逼二法政逼二法政 自孝职 福封眉仁 东汉末年刘备账下谋事 您是法真之孙 东汉末年 法政与好友同俊的孟达 一起入蜀 依附刘章 但刘章不是个善于用人的人 很久之后 法政才当上新都县令 之后又被任命为君业校尉 法政怀财不欲 又被周一中的人诽谤 十分苦恼 一周别嫁张松与法政是好友 也觉得刘章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常常感慨自己的遭遇 因此 对于法政等人 之所以背叛刘章勾结刘备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没能得到重用 或者说是无法在刘章麾下施展报复 吃笔之战后 张松劝说刘章主动和刘备结交 在张松的推荐之下 法政出使刘备 刘备见到法政后 以恩义接纳 近期殷勤之欢 法政觉得刘备有雄才大略 是可以辅佐的民主 回到一周后 虽与张松密谋 决定暗中奉刘备为主攻 在一周之战中 刘章的众多部下 最终都归降了刘备 不过 这主要还是因为 刘章已经被击败或者大势已去了 但是 就法政 孟达 张松等人 则是在一周之战爆发前 就已经暗中协助刘备了 所以 对于一周的一主 这三人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 B2建安16年 刘备入术时 法政向刘备献策 阁下命是英才 刘章无民主之能 以张松为内应 夺取一周 以一周的负数为根本 凭借天府之国的贤祖来成就大业 一如反掌 诸葛亮的龙中 对认为想要夺去天下 就必须占据荆州和义州 法政 张松的倒戈 实乃天赐良机 于是刘备应允 随即率军入术 公元214年 刘备为成都时劝说刘章投降 而后又与刘备进去汉中 现即将曹操大将下侯渊斩首 法政善其谋 深受刘备信任和敬重 建安24年 刘备尽为汉中王 封法政为尚书令 护军将军 次年 法政去世 终年45岁 法政之死令刘备十分感伤 连枯数日 被追逝为义侯 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嗜好的大臣 B2孟达最后 孟达 自子度 本自自尽 因刘备的叔父名叫刘子敬 为避讳而改字 浮风俊梅仁 三国十七人物 对于孟达来说 和法政是同乡关系 在东汉末年 因为中原一带的战乱 所以孟达和法政一起向南投靠到刘章麾下 当然 因为没有得到重用 孟达和法政一起背叛了一周目刘章 建安16年 刘章听闻曹操遇浅私利 校尉中游征讨张鲁 因此惧怕曹操得汉中后兼并一周 张松遂劝刘章迎接刘备入术 让他讨伐张鲁 法政于是再次被任命为使者 与孟达各率2000人出使刘备 迎请刘备入术 因此 在刘备入术的时候 孟达不仅背叛刘章 还为刘备提供了兵马 信息上的支持 在归降刘备之后 孟达不仅帮助刘备夺取了一周 还参与了攻战上雍军的战役 不过 公元219年 关羽发动相反之战的时候 孟达和刘锋因为不发兵 就关羽而触怒刘备 于是孟达投奔曹魏 孟达在曹魏关制散气长室 建武将军 奉平杨廷侯 此后 在蜀汉城向诸葛亮 准备北伐中原的时候 孟达又欲反曹魏而归蜀汉 最终被司马懿斩杀 因此 相对于张松和法政 孟达可以说是反复无常之辈 类似于东汉末年的吕布 所以两人的结局 自然也是比较相似的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下你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讨论